歡迎來到非要不可網路電視台 你現在收看的節目是要進全世界 我是劉俊耀 秀耀耀專門向日致富業務的社長 朱社長 你好 耀耀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其中最近告訴我的一個消息 他說很多的科技人才 現在都到101去上班 101 我們通常到101都去觀景台 那是陸客到觀景台 對不對 還有80幾樓去吃飯 對 那很多人去那邊上班 101的上班的辦公室應該不便宜 是不是 這個應該是台北商務辦公室最貴的地方 是啊 那怎麼這麼多科技人才往那邊跑呢 因為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把總部設在那裡 應該不是說他們全球的總部 這是101大樓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陸客 登上樓上去看觀景台 看風景 然後下來一點呢 就到這個樓下吃個飯 對不對 再來就到底下去shopping 但這個中間呢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 過去我們在印象中間認為是很多金融公司 對 或者很多銀行嘛 你說 尤其大陸的公司說 你總部設在哪裡 台灣有沒有公司 有 設在哪裡101 標竿嘛 要標竿嘛 對不對 對 甚至很多他們就講說 大陸的很多省會辦公室 也設在這邊啊 對 甚至很多大陸人 甚至想把101買下來 對不對 以後就會想說 那個台灣沒辦法統一嘛 對不對 那我就把101買下來好 所以大家還想說 頂心的101的股權要賣的話 很多人搶 所以政府還要嚴格審一下 對 千萬不能給入資進來 是 是 是 對不對 好 那可是101最近呢 這一兩年呢 還增加了很多科技公司 而且這些科技公司呢 都做什麼行業 非常特別 什麼行業 都做軟體 好 所以這一期商業週刊 就做了這一個封面 好 叫做什麼 科技人才飛奔101的秘密 OK 我跟你講 看到這個封面 這個比紅色供應鏈還可怕 是 先告訴我們什麼秘密 好 這個為什麼要到101 好 那我們就看到101的裡面 有好幾家很重要的公司在裡面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從最下面看上來 你下面在這邊 你有看到一個雪豹科技 有沒有 這個雪豹科技呢 是在101的第83樓 是 這家公司在台灣的員工人數有多少 250個人 250個 你不要以為這250個人 是一般的作業員 不是啊 是啊 幾乎全部都是軟體工程師 OK 而且這些軟體公司 可能來自你哪裡 跟各位報告 宏達電 華碩 連發科 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 都是知名的大公司 大公司的人 都跑進來這裡 是被挖角 挖過來 挖角挖過來的 OK 或者被挖角 或者是整批帶過來 那是 好 那這個對台灣的公司 就影響很大囉 因為第一個 一方面是他們的人夠多 第二個 他們原來出生的這些公司 都是台灣的一級的系列 是 那這個被挖過來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 整個台灣的軟硬體的實力 對 開始要出現一個重新的大調整 大公司可能會洗牌 是不是這樣 大公司在洗牌中 可能有一些新創的公司 它會冒出來嗎 對不起 您說錯了 來 導播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格裡面的這些中國公司 這個雪豹科技 它的母公司叫獵豹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個APP的設計公司 是 各位你看一下 它全球有多少人 它有超過2000人 OK 全球手七七的APP的開發龍頭 它的營收 它的市值 是比宏達電可能還高 哇 真的啊 現在是 就這一家雪豹科技 是 而且最妙的是 這個雪豹它挖角的人 就是挖角了宏達電 裡面的軟體的第一把設計 設計軟體的第一把交易 那這樣 這些人都投靠中國的公司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說 那這些公司 所以第一個 所以你不要講說 挖角的都是一些新創公司 我了解 各位對不起 不是新創公司 是 是中國即將面向全球 中國正在全球開槍辟土的 全球性的企業 而且這些公司 清一色 全部是做軟體的 OK 那這樣的話 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不是 表示我們的工程師 越來被 就是我們的身價是往上 往上變高了 那當然 是不是 那我們以後就 我們人才就會 我們人才就會 你會講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是不是都是為了錢投靠 應該也是為了理想 錢當然是最起碼的門檻 不用講 我們覺得 現在他們挖角通常都是這樣講 來 你在原公司多少錢 對 我就一模一樣給你 是 但是原來你是用台幣付 我現在用人民幣 五倍 那就五倍了 對 對不對 就五倍了嘛 那還不要講 你在台灣的公司 你看到的股價是這個樣子 對 而且可能公司已經成熟了 對 可是你到中國的公司 我可能在美國上市 或者我是還沒有上市 那我是不是未來還有上市的 這個option可以拿 是 那所以這個誘因就很大了對不對 分股票是不是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台灣的工程師 我們這次訪問了以後 發覺很多台灣公司 不是為了錢啊 真的假的 真的 那為了什麼 他們講第一件事 他說 在台灣的公司 我進去 比如說我進去台積電 我進去華碩 我進去聯發科 老闆跟我講的還是都硬體的事情 他所有的設計都是從硬體出發 可是我來參加這樣的公司 他們想的都是軟體的事情 所以軟體工程師在這裡被當王 被當皇帝一樣寵愛 而且所以他認為我學軟體的人 我在這樣的公司才會被重視啊 是 我在台灣 軟體的 以軟體建廠的公司太少了 我們只有少數幾家公司 是以軟體建廠 可是在中國你可以看到 做防毒軟體的 做APP的 做各式各樣運用的 很多啊 而且最可怕的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最欠缺的 是有一些工程師告訴我們說 聽說中國的網路市場非常厲害 他們有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的商業模式 是 台灣沒有 台灣我們看到的 你想到台灣網路上賣東西最厲害的 電子商戶 都已經被占掉了 所以年輕人有什麼機會 年輕人可以實驗一些什麼新的方法嗎 他看不到 那他怎麼辦 跳槽到中國 我今天進入中國的網路公司 我就可以 第一個我可以看中國的市場 我可以有一個大市場來實驗我的想法 可是這個地方我就不太懂啊 是 因為網路不是無國界嗎 是 網路無國界它會區分什麼中國市場或什麼嗎 你跳進去就是在網路世界裡面不是 那請你告訴我 台灣有幾家網路公司是做全球市場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中國的公司它做的是全球的市場 它不只做中國市場 你看阿里巴巴 對不對 你看騰訊 它今天做的都不是 然後我們看到學報 他們今天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的業務都來自海外 不是來自中國 所以你看到 甚至他們把台灣列為什麼 列為他們前進全世界的前哨戰 就是他們要國際化 他們公司要國際化 他們需要更多的國際的人才 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人才就是找台灣人 所以台灣進來了以後 他們就把點設在台灣 所以他們認為到了台灣 他們可以面向全世界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FB在中國是沒有的 對 沒有 對不對 所以 YouTube也看不到 對 好 那這裡面就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中國要做網路 要做軟體 你要做一個國際化的公司 你要了解FB的操作 你要了解YouTube操作 你跑到哪裡來 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界面 所以我在中國有WeChat 台灣是一個又懂WeChat的市場 對 又懂FB的市場 對 這個就是很特別 對 所以台灣 了解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 原來你剛才是從一個比較悲觀的角度來看 我們台灣人才都被大陸挖走了 是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樣的一個挖角 這樣的一個軟體人才 飛奔到中國的軟體公司 是 反而是在鼓勵台灣的企業 要朝軟體發展 中國的企業都已經看到了 對 台灣的企業怎麼還落後呢 是 所以你應該在硬體上賺到的錢 趕快投資到軟體上 對 那再把這些人從中國的公司挖回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軟硬體就會達到一個國際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全世界前十名的科技公司 有五家是軟體公司 各位老闆 科技老闆 各位同學們 請大家務必多做軟體 少做硬體 OK 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